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有户人家想修一栋高楼 工程过半 才发现建材有缺 一时无法补齐 一位游历的禅师刚好路过 撞见此事 笑着说道 少盖一层 材料不就够了吗 主人家想了想 的确如此 一家不过几口 夜眠也不过数尺 又何必为了多盖一层楼 而自寻烦恼呢 苏格拉底曾说 知足是天然的财富 欲望是人为的贫穷 很多时候 人生万千烦恼 不是所得太少 而是想要太多 人性中的欲望 是痛苦的根源 艺术家洪浩曾以我的东西为主题 创作过一组摄影作品 他每买一件物品 就拍照留念 然后把它们合成在一张照片里 起初看到照片里 全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洪浩觉得赏心悦目 可当物品越来越多时 他开始感觉到一些不适 直到后来 物品越来越多 逐渐占据整个画面 一种近乎窒息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他才顿悟 以前物质匮乏 快乐却不少见 如今 快乐却只能从物质上找到 可没想到 为这个快乐付出的痛苦 却比以前更大 想通这点之后 洪浩开始有意控制自己的消费欲 定期清理不需要的物件 整整三年 他努力精简自己的生活 每年只去两次商店 身边只留常用的东西 当他从物质生活中解脱出来 他才找到自己生活的节奏 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心理学家修 麦凯曾在预念心理学中 提到欲望 幸福曲线 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 只要一点小小的期望被满足 就会感到莫大的幸福 可当欲望增加到一定程度 幸福感非但不会再提升 反而会迅速跌入谷底 人一旦陷入了难田的欲望当中 就会不断地消耗自己 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 才能在物欲横流的世界 修得知足 守得清欢 管住欲望 才能看清方向 有位企业家分享过一个故事 某天 公司高薪聘请专车司机 经过多轮选拔 三位应聘者脱颖而出 最后一轮面试 老总亲自出题 有块金条落在悬崖边上 你们开车去捡 能保证距离悬崖多近而不坠落 第一位回答 二十公分 第二位自信满满 十公分就够了 第三位却摇摇头 我还是远远地躲开吧 此言一出 前两位应聘者都嘲笑他的胆小 可当面是结果公布时 只有他被录用了 作为一名司机 最重要的职责 是保证乘客的安全 倘若在欲望的驱使下 铤而走险 无论技术多好 也总有失足跌落的一天 生活中诱惑丛生 我们时常面临内心的考验与选择 不懂得克制欲望 很容易在诱惑面前迷失方向 最终因小失大 著名实业家李叔福 最开始从事的是实体行业 可眼见自己辛辛苦苦数年的经营 还不如朋友在海南一月炒房的收入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 关掉了自己的公司 也拿着几千万资金跟风炒房 结果没过多久 海南房地产崩盘 他非但没挣到钱 还亏光了所有积蓄 事后反思 他才发现 是内心的贪欲 冲破了他的理智 此后三十年 他老老实实 做回本行 不赚快钱 一步一个脚印 最终成就国内领先的汽车品牌 投资人王孝有一句话 每个人都想做大 但成功的人会控制做大的欲望 那些什么都想做 却什么都做不好的人 往往不是败给能力 而是败给和能力不相匹配的欲望 人这一生 所求有度 过则成灾 与其奔走于层出不穷的诱惑之间 最终被自己的欲望反噬 不如减少不必要的物欲 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追求的事 作家毕书敏写过这么一个故事 起初 一个人被要求写下十件想要的东西 他兴致盎然地照做 后来 当被要求把写下来的东西 删去一半时 他不由皱起了眉头 等到最后 只允许留下一件物品时 他竟开始抽气起来 故事的结尾 毕书敏写道 舍弃是痛苦的 但这便是成熟的代价 当一个人阅历还不够 只会觉得眼前一切 都是自己想要的 直到看过了世界 才会明白人这一生 其实所需甚少 真正的幸福 不在所得多寡 而是历经繁华后的精神富足 作家格勒汉姆成名后 拼命买奢侈品 参加舞会 只为证明自己 实现了人生逆袭 而当所有人开始羡慕 他过上富裕的生活时 如愿以偿的格勒汉姆 却发现自己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 他住着六百平方英尺的豪宅 只觉得拥挤不堪 面对满屋的名牌物件 更是感到空虚不已 直到一次旅行 他置身辽阔的田野和星空之间 才感到久违的自由与放松 而那一刻 他发现自己除了帐篷 其实一无所有 这让他开始反思 平时的生活方式 争名逐力满足的 只是稍纵即逝的虚荣 自己却在这个过程中 越活越累 旅程归来后 他清理吊塞满家里的奢侈品 推掉一切消遣式的社交 一个人看书 听音乐 写作 享受独处的时光 屏蔽了欲望趋浅的浮华喧嚣 格勒汉姆终于在生活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慰藉 他在演讲中说 现在人均居住面积 是五十年前的三倍 但用来安放 幸福的空间反而减少了 这不是巧合 我们必须时常检查行囊 看看里边装的是 未来的可能性 还仅仅是阻碍你享受更多风景的累赘 生命本就是一个 去无存经的过程 精神与物质上的权衡取舍 才是一个人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 人生下半场 最好的活法 是思想做家法 欲望做减法 不被繁无的欲望所俘虏 不被浮华的生活所绑架 懂得节制 才能活得极致 索提纳克禅师说 人生欲望 如树上杂枝 你无法完全消除 却需要定期修剪 往后岁月 愿你行有所指 欲有所至 在这纷繁喧嚣的尘世中 活出简单与克制 享受舒缓与坦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别离那些人抛弃